2018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今天在台北举行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昨晚欢迎上海代表团晚宴上再次强调两岸一家亲 在开幕式致辞时他表示两岸同文同种并呼吁用对话代替对抗 柯文哲如此表态有何用意台北成功举办双城论坛会给岛内政治带来什么影响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有华王洪威蔡正元有独家观察 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江一化近日到台湾大学演讲 遭到部分学生以太阳花学运为名闹场 江一化最终无奈草草结束演讲 这些学生突然选择对江一化下手有何意图 闹场举动为何遭到岛内舆论普遍批评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有华王洪威为您带来全面解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说 美国已经击败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 白宫发言人随后确认美国已经开始从叙利亚撤军 美国真的已经击败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了吗 对于美国撤军的决定美国的盟友英国是反对的 对手俄罗斯也很不解 美国的撤军对叙利亚局势将产生何种影响 时事评论员郭献刚为您深入解读 海峡新干线 两岸开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选好赚 六贵符 全国连锁 现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符珠宝具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干干脆脆 健康美味 盼盼盼捏干蛋糕赞助播出 我们来看新闻 20号上午 2018上海台北城市论坛 在台北京华酒店举行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率团出席论坛 论坛围绕城市永续发展主题 双方签署了三项合作协议 至此 双城论坛已经签订33项合作协议 成为两岸城市交流的典范 上午9点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率领130多人代表团 出席双城论坛 台北市方面派出250人 论坛总出席人数达到历届最高 论坛以永续的城市永续的发展为主题 上海和台北方面共同签订了三项合作协议 包括台北市和上海青少年运动员培养 台北市大同区和上海市嘉定区合作 以及广播影视方面的交流合作 九年来 双方已经签订了33项合作协议 对此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表示赞赏 周波说 上海和台北两地关系紧密 人民往来频繁 上海在大陆改革开放40年中 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中 就离不开上海的12900多家台资企业 他们贡献了400多亿美元的合同投资 对于两地交流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希望 未来双方在既有政治基础上 维持得来不易的成果 对抗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合作会更符合两岸人民的福祉 唯有敞开心胸 加强交流 欣赏别人的进步 透过学习自我成长 才能促进双赢甚至多赢 只要双方存有善意 秉持同理心 了解人民的需要 一定可以共存共同 两岸应该以对话 代替对抗 柯文哲强调自己 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是一致的 呼吁双方互相尊重 互相了解 增强对话 周波对此表示肯定 我们相信柯市长的 他的对两岸关系的认知 是一贯的 也是明确的 这对我们两地的进一步 交流和合作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相信 秉着两岸一家亲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上海和台北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会更广泛 也会增添新的光彩 只要对两岸的关系 有正确的认知 对两岸交流有正确的认知 我们是愿意和台湾的更多的县市 开展合作 今年的双城论坛可以说是 引起了两岸媒体的高度关注 因为这是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 两岸的第一场高规格的交流活动 柯文哲可以说是不顾民进党的抵制 坚持两岸一家亲 让双城论坛再上了台阶 也为将来两岸城市交流 开了一个好头 东南卫视记者钟晴台北报道 就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贺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 杨阳 我们首先感谢乐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乐华 我们要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第九届上海台北双城论坛 上海和台北方面 共签订了三项合作协议 那么作为目前两岸 最具指标性的城市交流平台 上海台北双城论坛 敢在今年结束前成功举办 这对于台北市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要请教一下台北市议员 王洪威 王议员你好 是的 大家看到 事实上在距离选后 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而且接下来下个礼拜 各个县市首长都要风风光光就任 但是在这个中间 台北跟上海成功地举办了 双城论坛 那这当然我觉得它具有相当大的一个指标意义 第一个也就是在这次选后 那几乎大家都定调 就是这个台湾人民民心思辨 大家都希望应该要拼经济 而不要有太多的一些政治的干扰 那特别尤其在这次韩国瑜的大晟 很多人也都认为说在县市的部分 未来两岸的交流 特别是两岸城市的交流 应该是大势所趋 那么所以当台北市和上海 能够继续地维持双城论坛的这样交流 而且是风光的上场 那么这代表说第一个 台北市和上海的双城论坛 已经成为两岸城市交流的一个典范 那当然因为我自己是台北市议员 也许我也很骄傲地说 台北市仍然成为一个领童阳的角色 也就是它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它的一个双城论坛的成功 也给其他的县市带起了一个示范的作用 可能未来这个双城论坛 绝对不极限于说是上海台北 未来也有可能高雄跟某一个城市 甚至以后未必是双城 三城论坛 四城论坛 多城论坛 也都有可能 我想这是第一个一个示范的作用 那第二个从台湾的政治生态的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柯P市长 柯文哲市长 他是五党籍的市长 那么大家也都在看 他在成功地连任之后 他的两岸路线跟两岸论述 是不是能够继续地维持 所以在这一次的双城论坛的举行的期间 特别是这两天他重申了两岸一家亲 可以说他再次的确认了他的一个两岸的论述 因为有好一阵子 特别在选前 柯文哲都避谈两岸一家亲 这样的一个论述 所以很多人都还在揣测 柯文哲有改变吗 柯文哲还是柯文哲吗 他的两岸论述是不是会有所修正 所以以这次的双城论坛来看的话 显然柯文哲仍然延续了 他之前两岸一家亲的论述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台湾的政坛上面 我觉得他也具有一些指标性的意义 那么另外在今天举办的双城论坛上 我们也注意到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致辞中提到的两岸人民同文同种 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 那么对此国民党政策会前执行长 蔡正元先生就认为说 这比两岸一家亲的论述可能更近了一步 那么他也期待国民党方面 可以更为勇敢更为正面的表述两岸关系 我们一起来看相关的报道 对柯文哲市长在双城论坛里面讲的这番话 我给他高度的评价 包括他不顾及台独的压力 继续主张两岸一家亲 我们给他很高的肯定 同时他这一次又加码 在两岸一家亲之外 同时又提到了说两岸是同文同种 两岸有共同的历史文化 这话更加升高一级 怎么说呢 同文同种 他的意思就是说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你只有这种解释 没有第二种解释 唯一的同文同种可以解释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我们属于同一个民族 同一个种族 对于台独分子来讲 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一个 所以表示柯文哲这个言论 是已经完全跟台独分子做切割 另外共有的历史文化 那就表示台湾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不像目前台独政权的当局 要把台湾史跟中国史做切割 那他柯文哲说两岸有共同的文化 那表示我们都是共有中华文化 那这样一来的话 在这个蔡英文政权 正在去中国化的时候 那柯文哲应该负起民族复兴 复兴中华文化的责任 才有所谓的共有历史文化嘛 当然我希望说 柯文哲这段话能够从蓝营的领导阶层讲出来 因为蓝营的领导阶层 似乎最近很少听到他们讲出类似的话 他们是不敢跟台独思想或分子做政治的切割跟对抗 所以老是谈到这方面的议题都微微说说的 令人不解 当然我也希望柯文哲不是只是顺口说说 我希望他不要花和尚念经 这个有口无心这样就不好 应该他嘴巴说假的就要真的去实现 那如果他真的去实现 我相信他对整个台湾的前途 中国的历史途径 以及两岸关系都会起重大的作用 我们要再来关注台湾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江一华 近日到台湾大学进行演讲 遭到了部分学生闹场 江一华最终无奈草草结束演讲 那么这场闹剧在岛内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更是怒骂学生 扰乱民主侵犯自由 害死了台湾 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江一华 18号晚间7点受邀到台大演讲 演讲到一半上百学生闯入 荧幕上突然播出2014所谓镇压太阳花学院的画面 他真的只要叫警察派遣吗 他真的只要叫警察派遣吗 抗议学生高喊口号 包围江一华 场面混乱 最后演讲被迫中止 江一华很快在警方护送下离去 满脸错落 对此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怒批学生 马英九不满部分台大学生包围江一华 而在马英九出版的新书中 对所谓太阳花学运也特别有感 他们说要赶快制定两岸协议监督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对不对 一伤人之后什么事都不做 我为什么说他们把台湾害惨了害死了 就这个道理 所以我根本就觉得 讲的重一点是个骗局 对于这场抗议事件 岛内不法谴责者 主办这场活动的台大政治系学生则认为 这场抗议是精密设计动员的 他说亲眼看到几个熟悉的身影 抗议活动成功博得版面后 带着笑容立场 有台湾律师痛批 这些学生的行为是低级哑巴 以妨害他人行使权利 涉犯所谓刑法强制罪 所谓太阳花运动 是在2014年的时候进行的 那当然后续还衍生出了 像是时代力量党等等 我们有两个问题 就第一个就是说 这样一群人 为什么在四年之后 还会存在于党内的高校之中 同时第二个问题是 这一群人突然选择对于江永化下手 是不是有着怎样的一种考量 意图再度掀起怎样的风波 我们请教一下张永化张先生 在2018年 民进党在地方提名的人 78%是正二代官二代 甚至于是富二代 就是说当这些边缘人 他找不到舞台的时候 他唯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存在 那这种存在我们只能讲可悲又可态 那我们也看到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先生 在他的一个回忆录的发布的记者会上 也提到说太阳花运动 这样子过去的四年当中 对于整个台湾的这种撕裂和破坏 它是有相关的点评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王红衣议员 您认为当下岛内的民众民情民意 对于福贸或者对于货贸 现在的态度又如何 其实马英九会提到太阳花运动 他觉得害死台湾了 我觉得他大概应该是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也就是太阳花运动大家都知道 因为当时学生攻进了立法院 攻进了行政院 而且后来在民进党执政之后 以政治的理由 所以后来就对这些学生全部撤告 所以在这一场运动里面 感觉好像是你拿一个所谓的 公民不服从运动这样子的一个大帽子 好像你就可以无所不为 而且可以视法律为无误 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两岸交流的部分 特别刚才主持人提到 当年太阳花运动 他主要的就是要停止 就是他要阻止两岸签订福贸协议 那当然后来接下来 因为福贸协议最后无疾而终 当然货贸本来谈着谈着 最后也是无疾而终 那这对台湾当然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就是使得台湾的整个的经济发展 整个的就业市场事实上是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提振的 那更不要说在这个尤其大陆观光客 减少来台之后 那台湾的很多的服务业所面临的寒冬 所以四年后的一个新的民意的展现 跟四年前那场运动 事实上已经充分的说明什么呢 充分说明明星思辨 好 我们谢谢王一元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还给福州演博士 杨阳 好的 谢谢台北演博士 下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海协会前会长陈云林 抵台吊咽不久前去世的海基会前董事长江宇坤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本栏目由干干脆脆健康美味 盼盼盼捏干蛋糕赞助播出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20号 海协会前会长陈云林一行 搭机抵台 下午前往由江炳坤先生家人 在海基会大楼二楼设置的追思堂 调宴海基会前董事长江炳坤 表达对故人逝去的哀痛与思念 下午2点50分 陈云林一行人抵达海基会大楼 由一楼大门进入 搭电梯至二楼的公量厅追思堂 悼念故人 陈云林在之后的书面谈话中表示 此次自己是以个人名义来送江炳坤先生最后一程 心情十分沉重 江炳坤先生不仅是自己的老朋友 好朋友 也是台湾公认的财经专家 是台商公认的大家长 更是两岸同胞共同尊敬的使者 两人因两岸事物结缘 公益相投 私质相弃 陈云林回忆 两人过去在分别担任两会负责人的四年多时间里 自己与江炳坤先生先后举行了八次会谈 签署了十八项协议 达成诸多共识 这些努力大大增进了两岸民生福祉 有力地推动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新阶段 为两岸关系取得历史性进展创造了条件 而当两岸关系再经波折时 江炳坤先生以冒叠之年 奔波两岸达179次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鞠躬尽瘁 死而后裔 私人已去 事业长朝 他深判江炳坤先生未了的夙愿能得以完成 希望两岸同胞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携手同行 江炳坤先生长子江俊德等人 作为家属代表陪同接待 调研结束后 陈云林一行立即转网 位于南港的中信金控总部 探望江炳坤夫人陈美慧女士 陈美慧女士 在江炳坤先生原来的办公室接待陈云林一行 陈云林一行将于21号返回大陆 东南卫视赴台铸点满十周年 特别策划铸台十周年台湾在地行系列报道 与您分享 东南卫视铸台记者眼中台湾的变化 尤其是两岸关系演变带来的 到内社会民生的变迁 今天为您带来第三集 艰难的拨乱反正 台湾历史课纲修改之争 历史教育的功能除了普及历史知识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建构青年学子的认同意识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李登辉推出《认识台湾教科书》以来 台湾地区历史教育争议从未间断过 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中 历史课纲修改引发的社会纷争 甚至成为岛内政党轮替的一个重要原因 台湾的历史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今天的驻台十周年系列报道 就来回顾一下台湾的历史课纲修改之争 2018年10月25号 台湾光复73周年 马英九公开道歉 我深自检讨过去处理的方式 确实有可以再加强的地方 对于我的努力不够呢 我要在这个地方表达歉意 马英九这一句努力不够 不是为了久远的历史 而是和当下岛内社会 对台湾光复的解读有关 他们刻意的把光复节把它消灭掉 消除 他们特别把光复节 不谈光复 他们甚至用日本人的话来讲是中战 要不然比较中性的名词叫做战后 从光复到战后甚至中战 仅仅两个字眼的变动 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台湾 从被日本割据到回归祖国那一段历史的性质 2008年马英九上台时 民众期望他能尽快对所谓台独历史教育 进行拨乱反正 但是马英九的棋手势 支持者并不满意 因为他任命的第一位教育部门主管 叫郑瑞成 那郑瑞成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个台独 而且是个强烈的台独者 马上就要宣布 98课纲要实施 就是陈瑞扁时代定的课纲要实施 我找马英九讲 我说这个课纲要实施 是当年黄龙春当阿扁的教育部长 他都不实施不愿意做历史的罪人 我说你马英九来实施 黄龙春所不愿意做历史罪人的历史课纲 我说你是什么 所以马英九才把历史跟到国文两颗课纲拿下来 暂时不实施 重新修订 到了09年 成立了这个课纲修订小组 成功挡下旧历史课纲后 既是学者又是斗士的王小波 加入课纲修订小组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课纲修订工作竟如此艰难 除了我之外 都是原来的课纲 自定为马英九 执政八二年最大的问题 就是搞一批窝浪会的官员 什么事情不敢做 就是害怕 时隔多年还是会气到衰笔 年逾七十的王小波愤愤难平 因为势单力薄的他当时被围剿得很厉害 所以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头可乱血可流 利不可取 他叫我闭嘴不可取 后来 这个修订小组中 千难万来的修订过去 这版历史课纲新增了 魏安妇 台籍日本兵 保雕运动和台湾抗日史等内容 并将中国史从两学分扩充到三学分 但是依然将所谓台湾史和中国史分开 对此王小波坦言 这是妥协的产物 2012年 新课纲正式上路 但在岛内一纲多目的体制下 课本的编写多元又自由 学校和老师还有选书自由 因此学生最终拿到的课本 让王小波大跌眼镜 别的不讲 我们就讲这个慰安妇的问题 慰安妇的问题是 他慰安妇写了 他说也有台湾妇女 自愿到海外去参加慰安工作的 荒腔走版的历史教科书 引发社会各界不满 2013年8月 马英就成立检核小组 对历史课纲进行微调 但潘朝阳担心 所谓文化台独的侵蚀 在岛内教育界遗毒一身 果然台教育部门 在2014年2月10号 正式公布微调后的课纲 立刻遭到绿营的大反复 在政客的鼓噪下 部分高中生串联发动抗议活动 进而导致一名20岁休学在家的高中生 烧坦身亡 你们的意见 别人一定要接受 面对一群高中生的暴力冲撞 台教育部门最终妥协 让新旧克刚并行上渡 老师可自主决定 历史就是这样 一旦那个关键处 没有拿捏到那个关键 那就聚亡意义 2016年5月20号 蔡英文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 随之上台的教育部门主管潘文忠 立马被除微调克刚 2018年8月 台当局通过新历史克刚 将高中历史分为台湾 东亚及世界史三个部分 中国史不再单独存在 而是被纳入东亚史的架构下讨论 把中国史K掉了 没有了 那你台湾人还是不是中国人 撕裂 冲突 然后走向分裂 蔡英文当局正在持续 透过历史教育 形塑所谓天然独一带 但历史的机遇 并不在他们手中 台湾里面有一个性格 这个性格是浅蝶子性格 它常常会变 很现实 当你这个民生经济 你自己本身出问题 你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 你就会思考说 这个意识形态是欺骗的 潘朝阳等学者发起 历史教育新三字运动 希望通过历史 自己救 自己写 自己教 为台湾学者提供 正统中国历史观教育 与此同时 两岸学者和老师 正准备联手书写 高中历史教科书 我们正在启动 这个广与历史教材的 两岸部门写的论文 我们开始进行 这个课题的论证阶段 两岸都互相往来了解 透过这样子往来了解 然后或许 也可以做到共编教材 透过一个相对而言 比较持平的论点 找寻一个 大家都能接受的 最大攻略性 先于历史教材一步 两岸学者河边的 高中语文教材 已经进入台湾 二十几所高中 受到师生欢迎 目前尽管历史课纲争议 依然是困扰 台湾社会的难题 但无论所谓台独势力 如何切割 都无法抹杀 深藏在台湾人民 骨血中的中国基因 这不是一时掌权的政客 可以主导和玩弄的 更不是少数最新政治的 史学工作者 和屈炎富士之徒 可以篡改的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推特上发文说 美国已经击败 叙利亚境内的 伊斯兰国势力 白宫发言人随后确认 美国已经开始 从叙利亚撤军 美国真的已经击败 极端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了吗 对于美国撤军的决定 美国的盟友英国 是反对的 对于俄罗斯 也很不解 美国的撤军 对叙利亚局势 将产生何种影响 实时评议 郭现刚 欢迎各位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选好钻 六鬼符 全国连锁 信任之选 本栏目油 六鬼符珠宝 剧名播出 本栏目油 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 只用真材实料 做好面包 本栏目油 干干脆脆 健康美味 盼盼盼捏干蛋糕 赞助播出 我们来关注 今日重爆话题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9号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推特上发文说 美国已经击败 叙利亚境内的 伊斯兰国势力 白宫发言人 桑德斯随后确认 美国已经开始 从叙利亚撤军 据报道 白宫发言人 桑德斯19号 发表声明说 五年前 伊斯兰国是中东地区 一支非常强大 而危险的势力 如今 美国已击败 控制了一定区域的 伊斯兰国组织 但这并不意味着 打击伊斯兰国 国际联盟的终结 也不意味着 打击行动的结束 桑德斯说 随着对伊斯兰国 打击行动 进入新阶段 美国已开始 撤回助续美军 但美国和盟国 仍将随时根据需要 采取行动 捍卫美国的利益 美国与盟国 将继续携手 阻止恐怖分子 获得土地 资金和支持 并阻止其 进入美国 或盟国境内 多家美国媒体 19号早些时候 报道说 鉴于针对 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 大体上取得胜利 美国政府考虑 从叙利亚撤回 全部约2000名军人 当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推特上发文说 美国已经击败 叙利亚境内的 伊斯兰国势力 针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 是本届政府 驻军叙利亚的 唯一原因 随后 特朗普又在推特上 上传了一段视频 而美国的盟友英国 显然对特朗普 此举非常不理解 英国国防部长 埃尔伍德表示 我强烈不同意 他已经演变成 其他形式的极端主义 且威胁依然存在 俄罗斯也立即 就此事做出回应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当地时间19号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表示 美国宣布撤军后 成立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的倡议 有了不错的前景 但同时 俄罗斯想知道 美所谓撤军后 在叙利亚的行动新阶段 指的是什么 好的 就此话题我们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 白宫宣布从叙利亚撤军 那么特朗普还说 我们已经击败了 伊斯兰国 那么请教一下郭先生 伊斯兰国真的被美军击败了吗 白宫发言人还说 美国和盟国仍将随时 根据需要来采取行动 捍卫美国的利益 那么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 美军会随时重返叙利亚吗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 在伊拉克 基本是被打败了 那么打败 伊斯兰国的主要的力量 我觉得应该是叙利亚政府军 还有俄罗斯 甚至包括伊朗 美国也组织了一个国际联盟 来打击伊斯兰国 但是美国所组织的国际联盟 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 它的力度远远比不上俄罗斯 此外 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时候 它实际上不是权力以赴 它要分出更多的精力 来应对叙利亚政府军 甚至对叙利亚政府军 找各种借口来打击叙利亚政府军 那么美国政府现在说 它是击败伊斯兰国的主要力量 我想这是为它撤军 找一个唐儿皇子的借口而已 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说 如果情况有变 它还会派军队重返叙利亚呢 我想它这样说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为自己这个撤军的 这个找一个台阶下 这是另外一个呢 美国国内呢 对这个美国现在从叙利亚撤军 批评的意见也不少 那么美国政府这样讲呢 也是为了这个回应这些人的这个担忧 认为呢 告诉他们这个叙利亚局势发生大的变化 美国还可以随时派军队回去 也就是说美国的撤军 不是这个一劳永远的一个措施 是一个暂时的 如果形势有变 它还可以回去 因此呢 他这样说呢 也有安抚美国国内反对意见的 这个考虑在里面 好的 谢谢郭信刚先生 我们稍作休息 一段广告之后 就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相关话题 继续来展开讨论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那尾码 或者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我们就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相关话题 继续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郭信刚先生 关于美国从叙利亚撤军 英国政府发言人回应称 伊斯兰国的威胁依然存在 俄罗斯方面也称 不明白美国所称 在叙利亚进入行动新阶段是什么意思 那么您怎么来解读 英俄对于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态度 在英国看来 虽然伊斯兰国的主要据点在叙利亚都被拔掉了 但是呢 还有些零星的据点依然存在 它的一些零散的这个恐怖分子的人 这个人员依然在这个叙利亚一些地区活动 而且呢 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呢 是离开了叙利亚 离开了伊拉克 向欧洲 向其他的中东地区来渗透 制造新的恐怖袭击 因此呢 这个在英国看来 打伊斯兰国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你美国这会儿现在撤军有点不负责任 这是英国对撤军的反应 那么俄罗斯呢 对美国说叙利亚的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俄罗斯也是感到这个不理解 因为俄罗斯 我们知道在叙利亚投入了很大的兵力 帮助巴萨尔政权稳住了阵脚 并且这个夺回了很多被伊斯兰国被反对派控制的区域 目前呢 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局面呢 正向着有利于巴萨尔政权的这个方向演变 因此呢 俄罗斯很想知道下一步 美国在撤军之后 在叙利亚问题上究竟他想做什么 因此呢 俄罗斯这样发问的 也是要探明美国的真实意图 以便在今后的局势中 俄罗斯制定他的对策 制定他与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 进行博弈的这样的一些大的方针和战略 好的 谢谢郭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先继续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明天再会